本影片為觀看動畫後 以及資料整理的心得分享 另外本次影片將爆雷2020的劇情 害怕朋友請先關閉此影片喔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帥狗願池裡與你同在 感覺有點擠啊 啊 寬敞多了 今天帥狗又來跟大家聊數碼寶貝的話題了 而這次的主角 就是數碼寶貝2020版的最終BOSS 在最後一集跟奧姆加獸戰鬥數碼貝 阿霸多獸 核心 這隻數碼寶貝究竟是誰呢 他何德何能成為數碼寶貝2020的最終BOSS呢 這支影片就讓帥狗聊聊這隻數碼寶貝 同時呢 跟大家聊聊我看完的2020 數碼寶貝2020版呢 一共有三個階段的BOSS 不過幾乎所有BOSS都是太依徒的 好 第一個BOSS呢 就是惡魔獸 他變成蛋丁惡魔獸 然後被 超級模式整個發光的戰鬥暴龍獸收掉 當時的戰鬥暴龍獸其實還沒正式進化上去 就是一個形體出來的狀態 然後第二個階段BOSS呢 就是千年獸 這兩段的BOSS打完啦 才是我們最後的負面獸 欸 其實 嚴格來講我說三個BOSS並不是很正確喔 在整個故事一開始他們碰到了阿爾格獸 我認為啦 也可以稱得上是一個BOSS 強度很夠 畢竟 都有讓我們家獸上線打他 才能夠把他解掉 那肯定是要給尊重的嘛 所以 我跟著一下 這部劇他們至少遇到四個BOSS級別的版派 那這個負面獸啊 他真的非常的厲害 為什麼那麼說 因為最後故事交代 惡魔獸之所以會想壞壞 全都是因為聽了負面獸的低語啊 才開始 他本身還是巴達獸的好朋友啊 每次看到巴達獸就跟他說 欸 老朋友 老朋友 欸 他之所以壞掉多了就是因為被負面獸的影響 其實從這邊來看啊 我覺得數碼貝2020的這隻最後數碼貝 他有 蠻 說是蠻明顯的刻素的元素在身上 他會低於影響別人的意識 然後他又一大堆觸手會侵略人類世界以及數碼貝世界 他真的是一個蠻明顯有刻素元素的數碼貝 然後再來第二階段的千年獸 千年獸比較像是這個黑暗勢力多出來的部分 他被放出去單純只是為了破壞本身也沒什麼企圖心啊 至於這是最後的BOSS 他更是無欲無求 他單純只想把所有的一切都毀掉 全部歸為虛無 這是他存在的目的 那麼好有阿爾哥獸 惡魔獸 千年獸鋪墊 我們最終終會見到最後的BOSS 負面獸 負面獸起初剛登場的時候 其實有點像 我們的戰爭遊戲的BOSS 有點像水母獸的幼年期啦 也是個球形然後有大大的眼睛還有幾根觸鬚 看起來人觸無害 只是在跟被選召的孩子交鋒這整個過程 他從人類身上看到進化的可能性 他也學會了進化 戰鬥一爆發 他就變成一個類似 鯨魚形狀的巨大怪物 一口潔白的牙齒 非常有趣的是 這個型態呢 官方並沒有釋出他究竟是什麼級別的狀態 究竟是成長起來是完全體 這個我們不得而知喔 另外就是呢 他的名字 從官方釋出的雜誌來看呢 他也叫做負面獸 而且更有趣的是 在官方的圖鑑上 是沒有這隻數碼寶貝的 他應該是整個負面獸組的 最神秘的一個狀態啦 再來就是負面獸的救濟體 整隻數碼背造型 超像剛練的瓶中小黑人 一顆黑色的球 無數根觸手 以及一個大大的嘴巴 然後他的觸手上面 藏滿了無數隻眼睛 這會讓人產生極度不舒服的感受 看到這邊可能會有人發現喔 他的設定是不是跟阿爾格獸有點像呢 這裡就是阿爾格獸的說法 因為有阿巴德蒙的存在 他才會誕生 所以他們會相似的原因呢 就是這麼簡單 從動畫中推測他的戰意呢 阿巴德蒙幾乎有 不會受傷的體質 無論被尋找的孩子們發動如何猛烈的攻勢啊 對阿巴德蒙都沒有辦法造成任何的傷害 但是反過來說啊 我覺得他的攻擊方式也相對的單調 就是拿錯手去攻擊敵人 造成物理傷害 用壓的或用鞭的 但是從劇中表現來看啊 傷害效果並不是很充足啊 另外他的眼睛呢 是能夠發射大範圍的雷射的 這個看起來還比較有殺傷力 由於他攻擊範圍實在是太大了 讓被尋找的孩子打的那叫我相當吃力 而且長時間的消耗下來 被尋找的孩子們就處於下風 劇中有個分鏡我覺得特別有趣 就是戰鬥暴龍獸加鋼鐵加入 以及 兩大天使 四個人 往前衝 剩下的四位隊友 這部分的安排啊 讓我替另外四位小孩覺得有點可惜 因為 這部劇很明顯就是在捧太一 已經變得太一亂了 到了最終決戰 甚至直接把叫搶的符合拉出來 獨立進行作業 那叫剩下的四個人 該 嘖 怎麼辦 這段會戰進行到後期 果然四個小孩就被犧牲掉了 他們馬上就被解決了 只留下太一阿和阿吳以及佳爾 他們四個人還在努力的奮鬥 而這個阿巴東網真的很厲害 即使面對天天開掛的太一 以及兩個神棍的加持 他還是成功的壓制住了被旋轉的孩子們 而就到這個時候 他的措手伸到了線人世界 開始啃食吞噬人類世界 講到這邊當然要跟各位補充一下 負面獸軍是如何誕生的 就動畫中提供的設定 負面獸 他是因為人類的負面情緒 而誕生的數碼寶貝 是個單純的惡 且具有虛無主義的數碼寶貝 那他今天將措手伸到人類世界 能夠讓他更方便的吸取負面能量 好那這麼說來 當他出手伸到人類世界 按理來說他應該要穩超勝算的對吧 不過這就是他打錯的一步了 因為他已經對人類世界造成威脅了 讓人類世界更多人也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打開網路 將自己的正能量 傳遞到了被選擇的孩子們身上 這段演出呢 也是致敬了我們的戰爭遊戲 戰鬥暴龍跟鋼鐵加入 首次進化者奧米加獸的橋段啊 畫面表現 也相當還原當時的畫面 外面四位小朋友 接受了人類的希望之力之後呢 連同自己數碼被夥伴的力量 全部 託付給 兩位天使 那這兩位天使呢 由由下至上 將所有的力量 灌輸給戰鬥暴龍 以及鋼鐵加入 有了這充分的安排 奧米加獸 終於登場啦 那奧米加獸一登場就衝入了阿巴多夢的核心 他終於看到整部動畫的最終BOSS 阿巴多夢 這位最終反派面對奧米加獸這種等級的對手 他絲毫不露聚色 還不斷在奧米加獸面前碎碎念 痛苦絕望虛無 進講一些讓觀眾看了覺得很沒深度的話 就難難自語 接下來 就跟奧米加獸打了起來 整個戰鬥要有說 阿巴多夢科娃最大的貢獻就是 他讓奧米加獸展現了更多有趣的武裝 奧米加獸的肩部 以及鋼鐵加入的鼻子 都能夠發射導彈耶 這以前都沒看到啊 再來就是勇氣之盾 這次能夠釋放出更大面積的能量護盾 哇 看的真的很爽 奧米加獸的武裝秀 至於阿巴多夢科娃呢 他也有跟奧米加獸非常相似的武裝 右手是劍 左手是砲 他的砲比較不一樣的就是 阿巴多夢科娃能夠射出黏稠的 黏土式子彈 而這個子彈呢 就黏著在奧米加獸的勇氣之盾上 還能夠形成一個巨大的怪物 我覺得這個武裝十足方便 多射幾發能夠囤積出非常恐怖的子弟兵 可惜他只射了一發 然後被奧米加獸的勇氣之盾 原地熔掉 除了之外他的武裝 坦白講跟奧米加獸很像 然後最後他被奧路特勒斯秒殺 被擊倒後他還釋放出大量的肉幣 來攻擊奧米加獸 奧路特勒斯 可是奧米加獸奧特勒斯 幾乎 就是一道光 就把他解掉了 戰鬥結束之後 我還細細打仰這位反派 其他的設定喔 也跟數碼寶貝出代的最終BOSS 騎士路獸有一點像 都是單純的富能構築出來的數碼寶貝 但是騎士路獸呢 還有更深層值得觀眾去思考的點 比如說 那些在進化過程失敗數碼寶貝會怎麼樣 他們的怨念他們的不服氣 又該怎麼平衡 我覺得這點是個蠻真實的情緒 我相信大家都一樣 在日常生活中 我們一定會有一些 不如意的事情 而且肯定有些原因 只是單純的倒楣 像這種事情發生之後 我們每個人心裡都有蠻蠻的不服氣 那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可是萬一是沒辦法化小大事 單純只是因為倒楣 回你的人生 那又要怎麼辦呢 當年我看騎士路獸在吐口水 讓我有這部分的連結 可是這次的最終BOSS 完全沒有辦法讓我產生這樣的連結 看完了我覺得非常的空虛 而且讓我感到更遺憾就是 他還長得像奧米加獸 你連武裝的安排 都跟他幾乎一模一樣 就是對於順寶貝這個IP 感覺就是 你怎麼有一種止步不前的感覺 你一直在用過去的經典炒冷飯 對於一個期待看到雙寶貝全新可能性的 老觀眾老粉絲來說 這個最終BOSS 確實是讓我蠻失望的 好啦以上就是這次要聊的 歡迎各位在留言區分享你自己的見解跟想法 謝謝大家看到最後 我們下期再見啦 See you